他终于来成都了 以前我老是看你们吃 今天你们看我吃 他昨天12月1号登陆成都的 然后今天12月2号 嘿嘿嘿 我就来了 姐姐 冰皮蛋糕在哪里 没有啊 卖完了 半夜才有火 9点就卖完了 9点就卖完了 早上9点就卖完了 乱吃还是成都人民在行 我跟你说 那我今天吃啥呢 那我买一个菠萝包吧 再买一个这个 小贝 今天来这里就是啥也没有 自然喝豆浆 我回来了 这个我也吃 这个是烟熏味道的烤肠 还有一个点点黑胡椒的 它这个外皮好脆啊 里面特别嫩还爆汁呢 有一点点的烟熏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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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苔鸡肉棒 鸡肉的味道还挺香哦 油豆腐塞肉 我觉得江南地区一般会吃油面筋塞肉 鱼肉呢 它像是鱼肉 海鲜的那种丸子肉 油豆腐塞肉还挺好吃的 油豆腐它有吃包口能吸饱关东煮的汤 芝士豆腐 有淡淡的那种芝士奶香味 这个是我的最爱 摩浴节 这个是蛋饺鱼蛋 里边有一个安全的 这个好吃 我很喜欢吃蛋 我今天所有想买的 在网上做的所有功课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买到 那个姐姐说 他们凌晨4点才会补货 鱼籽福袋 送你们一个福气 它不是与此福袋哦 它是虾仁 里边有一整颗虾仁 有一点像盲盒福袋 你不知道里边究竟是个啥 这个好可爱 我就是看他颜值买的 这是巧克力味的 白桃味的 那些草莓味道 来一个巧克力吧 它里面有黑点点是那种 小巧的抱抱猪 你一鸣它就爆掉了 酸奶的味要大于巧克力的风味 带着淡淡清甜的巧克力的香气 这期错的感觉很像广告 但其实不是广告 我可能再过一个月 再吃一次他们家的东西 可能那一期就啥都有了 这一期就叫啥也没有 还买了一个肠 我真的很喜欢吃肠 这个是成都版的麻辣香肠 他们家可能今天人太多了 所以香肠它完全没有烤鲍鱼 就是很嫩的一个状态 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嫩嫩的香肠 今天就连便当饭团也没有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炸酱面 你不要上桌哈 你现在越来越得不了了 给你舔酸奶干 那你舔吧 我们去厨房把它加热 热乎乎的 深夜诱惑 再来一家 炸酱面没有想象中那么甜 还可以 加班熬夜吃饭的我 加班熬夜吃饭 工作的你们 大盐仔爆浆软糖 有点哈人 充满了红雪丝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有多累啊 它是软的耶 好软啊 爆浆啊 它中浆的浆特别的酸 别说这个眼睛还有点好吃 我已经完全适应这个酸度了 今天的面包我就只买到了菠萝包和小贝蛋糕 吃一个松松吧 松松小贝 11块9 软软的担心 这个菠萝包好便宜啊 才4块9 我很喜欢吃菠萝包上面的菠萝萝皮 嗯 菠萝包不好吃 它没有那种奶香奶香的味道 像那种低糖少盐的欧包 太实心了 最好配一个饮品一起吃 要不然会有点搭 低脂的玉米牛排 看看这个牛排好不好 但是如果作为低脂的话 它是好吃的 如果和其他的食物相对比的话 就越嫌寡淡了一些 吃到了 天飞 好了 今天晚上的电力店就是想吃啥都没吃到 我们后面可能还会再拍一期自己很想吃的 晚安 Logabata 筷子掉了